讲完矩阵乘法以后 我准备把矩阵的其他运算 也都放在矩阵乘法这一章 给大家统一的讲一下 这些其他运算 其实都是一些医院的运算 就是参与运算的矩阵就一个 刚才我们乘法 竖乘以及加法 都是需要两个矩阵 或者一个矩阵跟一个竖 进行运算 这里我们下面介绍其他运算 只需要一个矩阵就可以做 第一种运算 我介绍一下转置 前面行列式的时候 我们学过转置 一个行列式转置 就相当于沿着它的主对角线 把它翻过来 沿着主对角线翻过来 但是对于一个矩阵来说 比如 我不是一个方阵 这时候是2乘以3的 它没有主对角线 那它的转置呢 你可以想象成 这里有一条虚拟的对角线 沿着它的对角线 翻一个个儿 所以如果 即将A 长这个样子 那它的转置 我会计算AT 还用T 表示转置 这应该是 这个翻过来 就是行变成列 列变成行 但还是矩阵 A1 A2 这时候它变成了一个3乘2 就是三行 两列 相当于把它直接翻过来 原来的第一行变成第一列 原来第二行变成了第二列 同样原来的第一列变成第一行 原来的第二列变成第二行 原来的第三列变成第三行 就是相当于把行列 做了一个对话 如果 把刚才这个复杂的形式 用数学语言 写的简单一点 可以这样写 如果A等于A2 J 是M乘N的 AT呢 就应该等于一个B2 它的规模是N乘M 相当于把行和列 换了一下 原来是行数是N 现在列数是N 原来行数是N 现在列数是N 这里边B呢 和A的关系 就相当于做了一个 刚才做的翻转 所以B2 J 选定A J 就是b的di这个元素实际上就是原来a的dji的元素 这样把行和列标换一下就可以 但是注意这里换完以后 i的范围应该是1到m 但这里显示是1到n j呢是1到n 因为a是m乘m的 这个范围取的是at的范围 它应该是i第一个指标是1到n 第二个指标是1到m 我特别写一下范围 就是因为它跟刚才的范围是不一样 跟前面一只ig的范围是不一样 但你记住这个式就可以 所谓的转置就是换完了以后那个元素 相当于原来没转置以前 把行和列对换以后那个位置的元素 明白吗 这就是转置的定义 其实很简单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123456 我为什么喜欢举2乘3 因为它不是那么平反 它转完以后应该是123放在这儿 456 放在这儿 转的时候很简单 可以把它扛一下翻过来 翻一个 也可以把行写的列 这样写也挺好的 也不会出色 就是转置 这种运算呢 没什么奇怪的 转置的运算 没什么奇怪的 但是转置呢 它是性质 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把某些前面学过的运算 就转置是一元运算 前面学过的二元运算 跟转置这种一元运算结合起来 看一下会得到什么结果 比如 如果 转置完了以后 再转置 也几张 A 是M重N的 然后转置完了以后 再转置一次 会得到什么呢 实际上是把它翻过来以后 再翻一遍 那就翻回去了 就原来把行和列交换一下 再交换一下 就变回去了 所以这个显示应该 A 转置完了以后再转置 两个转置相当于不变 很容易转置 第二个 如果 然后矩阵的和 我一个一个来考虑 和 做转置 对方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 我先把对应的元素加完了 和就是对应元素相加 加了以后再把行和列翻过来 那显示相当于 我先把它行和列都翻过来 然后再加 所以 A 加 B 这个性质 也不难证明 加完了以后再翻 跟翻完了以后再加 是一样 因为对应的位置不变 我们看一下 数成 W 和数 数成一个矩阵 数成完了以后 再转置 那相当于 每一个元素都成一个K 然后再把行和列对调 显然 可以先对调 先把行和列对调 然后每一个元素都成K 是一样 所以就K也是可以提出来 第四条 如果两个AB 成完了以后 我转置 是不是等于A转置完了以后 再乘以B转置呢 是不是等于这个呢 不是 不对 应该是等于BG 比如说两个脊针的成绩 在转置 它应该等于 它转置完成绩 但是要翻一个课 就等于这个 所以你可以从规模上 应该能看 比如我假设 这个假设A是M乘N的 B是N乘L的 B是L乘N的 为了保持 最后乘下是M乘N的 然后再说A是M乘L B是L乘N 那AB AB 就应该是M乘N的 那AB再转置一下 AB 再转置一下 就应该是N乘N的 对不对 转置完以后 它应该变成N乘N的 那如果它等于这个的话 我看一下这个的规模 是读到AT AT 因为A是M乘L的 所以AT是L乘M的 BT是N乘L的 AT跟BT M和N不一定相等 所以它直接都不能相乘 这个就乘不起来 这个式子都 不存在 但是BT和AT是可以乘的 因为它 跟它是可以乘的 因为这中间都是N 然后乘完以后 BT乘AT 它应该是N乘N N乘L 但这个N乘L正好 相等 规模一样 至少它规模是一样 它有可能都直接不能乘 所以它跟它相等 显然不可能 只可能跟它相等 但这两个为什么相等呢 我们待会讲一下证明 好 刚才我们讲了矩阵转置 它的前几条性质 其中第四条性质 前几条性质都是比较自然的 比较平凡的 其中只有第四条性质 特别不平凡 特别奇怪 就是两个矩阵乘积的转置 它并不等于转置的乘积 而是等于转置到完个儿以后再乘 就是B的转置乘以A的转置 我们来证明一下这个性质 假设A是M乘L的 刚才一样 假设B呢 是L乘N的 这样AB就可以做乘法 这边也是可以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和右边通向 分别是什么 就你能够假设里面 实际上把A和B它的通向 它两个通向写出来 应该是这样 如果假设 它两个通向 AB假设出来 这个默认的都是AB 我们看一下 左边的同向 左边我假设计成ABT C吧 它是C IJ 本来呢 它是AB的乘积 如果只是乘积没有转置的话 那应该是 K等于1 到A和B之间的公共 就是L A I K B K G 本来呢 如果没有转置的话 这个式子就是我们成法的定义 A和B相乘 但是现在A和B乘完以后还要做一个转置 所以这里面的航和列 要做一个交换 这边应该是J 这个应该是I I和G 换一个 这个得到的就是转置以后的CID 同样右边 右边我假设 右边我假设计成BT AT是等于D的 等于D的 D的通向 D I 现在等于 如果 这边直接是B和A 而不是BT和AT的话 那应该是 K等于BT和AT的公共交界 就是公共的 BT呢 是N乘L AT呢 是L乘M 所以是L 可以给你E的 好 如果没有T 那应该是B I K 所以 A K G 你看这 这只要是B的 这个是A的 但这边是BT 所以这边I和K 需要倒一个 就是K I 这边呢 应该K和G 倒一个 而是J K 好 写的不太清楚 重新写一遍 等于K 等于E 然后B K I A J K 而是长这样子 左右两边 它是不是相等的 AJK AJK B K I B K I K 就是同一到 所以 这两个显示是相等的 这左边和右边相等 这样就证明了 这个转质的第四条性质 也要记清楚 两个矩阵相乘以后转质 并不等于转质以后相乘 而是转质以后再翻一个课 然后再相乘 那同样 这些性质其实可以推广 比如 如果有三个 矩阵相乘 乘完了以后 再转质呢 那实际上就是 Ct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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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翻过来 分别加上T 然后相乘 为什么呢 你可以这样 首先 我把 AB 这两个 当成一个矩阵 它两个 乘其上一个矩阵 它 Ct Abt 就是第一步 AB先做一个整体 做一个矩阵 然后再把它两个 讲的就是 Ct Bt A 就是把它推广到 多个的时候 不凶多个的时候 很多个的时候 都可以这样 最后一个先往前 模型的都不行了 最后一个往前 然后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三个 我们再讲一个例子 假设 有两个比较特殊的矩阵 我用X和Y表示 它实际上是向量 所以我不用大写英文字 能表示了 用向量的符号表示 其实应该加个箭头 假设 就不行了 好 后面看得清楚 我就 X是一个向量 它是一个 列向量 N为的列向量 虽然是列向量 但是我把它写成横的形式 怎么把它看成是列向了呢 我可以上面加一个T 因为它是转折的符号 相当于我虽然写的是横 然后它指的是一个列向的 Y 也是类似的写 实际上这么写 就相当于这么写 一竖着写 但是因为这样写 就不要占空间 你现在要占好多行 这样写 横一写就比较省纸 而且只要上面加一个T 就可以把这两个形式 作为是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写列向量的时候 就写一个行向量 加一个T 绳纸 就看出来简洁 XY 都是这样的列向量 实际上就是N行一列的 矩阵 然后你求一下 这样的东西 一个是XT Y XTY呢 就是先把XT转置一下 然后跟Y做矩阵乘法 可以做吗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做 X是N乘1的 N行一列 它是一个列项 那XT呢 就是1乘N的 XT是1乘N 矩阵Y呢 是N乘1 1乘N N乘1 简直可以乘 而且乘完了之后 以后是1乘1的 1乘1的 我们算一下 XT Y 应该等于XT呢 就是把这个再做一个转置 相当于两个转置 变成取消 就变成了 航向量 X1 XN 它是一个航向量 注意 原来的X不做转置 以前是一个列向量 就有个T 再加一个T 就变成了航向量 然后Y呢 原来是一个 列向量 相当于这样一个航向量 跟这样一个列向量 做矩阵乘法 根据矩阵乘法的定义 它的航 所以它的列 它只有一航 它只有一列 所以乘完了以后 就得到一个1乘1的 也就是一个具体的数 就是T 乘以T 写出来就是X1 Y1 这样的 加XN Y 对应的 对应的位置 相乘加起来 这个呢 我们应该知道 它其实是在内积 相当的内积 其实相当的内积呢 实际上就是 矩阵乘法 就是 先做一个转置以后 再乘法 再给大家讲 如果我让你求的是 XYT 大家看一下 X没有转置 Y转置了 这时候还可以相乘吗 我们看一下 X是N乘1的 Y呢 是N乘1的 YT是E乘N的 N乘1 E乘N 显然可以做什么 乘完了以后是N乘N的 我们看一下 X1 X10 乘1 YT呢 我来提醒到一段条 行向了 万一 万 我再写得清楚 我再写一下 万一挖 X1 X2 看了 做矩阵乘法 那矩阵乘法定义 第一行 它有N行 第一行 像它第一列 第一行第二列 第一行一直到DN列 所以第一行应该是 X1 X1 Y1 X1 Y2 你知道X1 Y1 第一行都是X1 X1 乘以第一列 乘以第二列 乘以第三列 一直乘以DN列 第二行都是X2 X2 Y1 X2 Y1 Y1 X2 Y1 X2 Y1 其他类似 最后一行都是XN XN Y1 X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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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得到一个是N乘N的一个矩阵 这个实际上它有名 它叫YG 内G和YG 实际上说白了 都是矩阵乘法 是先做了一个转置 再做矩阵乘法 好,关于转置我就讲那么多了 好,你会有记忆 那你会试见 那你会 không懂的 这是走得到 这边